我有一个英国人朋友,他去亚洲旅游,他去了缅甸,老挝,柬埔寨这些地方,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很好玩,同时他也说跟这些地方的人比起来,英国每一个人都算有钱人,对,因为我们亚洲的共识可能觉得老外可能起点高嘛,他们是发达国家,当然也是会有穷人的,这个出国多年我也知道, 就算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也是会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,会有一些穷人,这个是不可避免的,当然如果是亚洲人去留学的这些人,他们肯定加拿大不错的,因为留学你知道资产证明的吗,尤其是如果你去英美这些地方,你不可能太穷,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硬性规定留学生的每个月的零花钱生活费,必须是一千到两千英镑这样至少, 我记得是有规定的,但是如果是一个英国的本地生,他可能一个月只有一二百英镑的生活费,他要省这点花,就是英国大部分人呢,他们手上没有那么多钱,但是他们起点高,因为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别墅嘛,对吗,这里可能资源多一些,但是大家也知道亚洲住的都是一些公寓,对吗,然后肯定是发达国家资源没有那么多,就是我们有共识的, 然后由于我经历一些个人情况,我看到我们学校的英国学生,他们也是一直在要住学金,奖学金,然后我就发了一条Instagram,我说那个这些英国人他们起点很高,他们手上没那么多钱,但是他们就是那个还是有比较大的房子住,有一些免费的医疗什么的, 然后也有那种粮食银行,所以要小心哦,如果他们就是管你就是那种购方的那种东西,你要想一想,我大概就这个意思,当然可能我也没有说的很明白,我也没有指望说这个是,这个这条帖子会有那么多的关注,大概就是最后到了一百k这样,然后浏览量,当然都是不认识的人, 然后我就遭到一个小的网报,当然有些人,英国人他并不是就是公鸡,他只是跟我辩论嘛,他就是我们还是有穷人的,我们并没有住房子,我们住的是小公寓,这公寓的租金都要花掉三分之二的工资呢, 然后现在英国的粮食银行已经忙不过来了之类的,也是事实,因为如果这些人,英国肯定是有穷人的嘛,他们如果跟我辩论的话呢,我是接受的,就是说到一些人身攻击,因为他们针对我个人,他们觉得如果你是留学生,你肯定是那种家里天不错的,你有什么资格去,就是那个批评这些欧洲的有钱人呢,这样,就是觉得就是那个欧洲有穷人也有有钱人,就是但是他们觉得我没有立场去批判, 说到以前人身攻击,就是说那个那种F的词嘛,很脏的那种,就是因为说什么,英国人说他自己无家可归什么的,然后在那里攻击我,当然由于他是在校生,所以我还是给他的学校举报了一下,因为辩论可以接受,但如果是这样的,就是那种性骚扰的攻击,那我也只能就是有必要去举报一下了,他的学校也很好,我甚至都不是学生 但是他的学校就是很快的回复我,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,我们会处理,然后也会要求那个英国人删掉这套评论这样,因为我不会去回骂这些人,我只会就是去举报,然后以正确的方式去对待,但可能我表达的也不清楚吧, 我说的是,就是这些英国人,没有穷人,可能他们也有这个意思,但是其实,就是我讲的是各方面每一发达国家 各方面肯定是比亚洲大部分的地方强很多的嘛,当然现在英国经济不好了已经,他不比以前 对吗,他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,这个我也是知道的,但是就是很多人他并没有跟我吵架,他也是跟我辩论嘛,就是说 我们有这些免费医疗,免费粮食银行,那也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穷到去世 但是我们还是过得很艰难的,这样,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,有这些不代表就能改善他们的情况,对吗 然后我也接受这些辩论吧,然后有一些调侃的 就是说,oh you are so really so funny,这样的,我也懂他什么意思 但是我也并不想追究什么,我也没有生气 对,但是整体下来,我还是觉得很困惑,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没有人都听不到话说错了 你这么困惑,不算 ein' 请问我呢,请问我最近 provide帮助